我的朋友多喜歡這個鍋子 擦手煎餅 我對這個朋友信心 我第一次用這個鍋子煎餅 我之前已經過後了 弄後了 什麼燒 最重要的鍋子煎餅 當然不要吸收到鍋子 一開始燒到鍋子 鍋子煎餅 如果整個鍋子煎餅 會有些少 所以我覺得普通不會有些少 如果變成大一點 可能會有些少 因為鍋子煎餅太大 鍋子煎餅不夠燒 就不會有些少 我把這個鍋子煎餅 這個就是脂肪炒鍋 芝丹就冰了口清 拿出来用芝丹 冰了后 把炒花完全放进去 我今天要做什么 芝丹炒 芝丹炒花 这些油 芝丹炒后 为什么我先告诉你 因为芝丹的问题 你们不懂得 可能都不会 芝丹 如果人生发现的芝丹 没有问题 应该不会缺点 就因为我们的 芝丹的火烧得不够烘 它就会缺点 如果芝丹怎么大 芝丹怎么小 可能整个芝丹不够烧 会缺点 所以我觉得 芝丹不够烧的问题 是一个乳房 很够烧 这样 我之前做好了 炒得差不多 煮软了 关着炒一下 炒到差不多了 因为饭很软软 差不多很软软 然后沙米 然后我们就放滚水 滚水就可以了 因为你放滚水 比较有用的好处 它就能够 将芝丹炒 放多一点 没关系 然后我们不用煮了 完全用滚水 炒一下 然后 为什么我现在随意放 因为你放这一时煮 它会很烟 因为沙米粉是熟的 你煮干蒸就可以了 你煮干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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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因为你这样煮 就不会很烟 吃起来 鼻子要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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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准备咖喱 我不妨放多 我怕很中的味道 但不习惯了 我们 如果习惯就没做 因为不习惯炒 它们不出的玩 然后 ok 你可以了 放下 就这样 浪费就这样 应该有的了 ok ok 然后 我不放肆油 为什么我不放肆油 如果你放肆油 它就会令到它很香 那么 便宜的东西 令到它 也算 差点 所以 如果你上肤 不差点 做后的时候 肯定便宜的酱油 也可以 但是不可以放得 怎么香 如果你放得 怎么香 它就令到它 怎么做 嗯 啊 啊 这次呢 很多成的肯油 对身体 引下来我们 我们炒均匀了 我现在看它窩子了 嗯 不需要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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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 这个是均匀的 这个是均匀的 然后 然后 炒均匀 差不多了 你可以有时间放下去 没关系 然后 然后 那 现在 差不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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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捏一顶甜的酱油 它有颜色,因为颜色是晚中央,明明时分 不过一颜色,一颜色它就会颜色 所以我捏后一点,因为有颜色看起来就掉到头颜色 然后又配装完它 因为你看,真的没有颜色,我的朋友说颜色 我又不跟他说 因为美国人可能没有我的耐性,没有我的颜色 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颜色颜色的问题 不是颜色颜色的问题,人家发明的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我颜色过,如果你的窩子太大 如果你的窩子太大,火烧出来不够的东西 它就会颜色了 所以如果我提醒你们的窩子更加 两个层就变成了 如果大一层,我觉得很大,不输了,两层就更加好 因为暂时的东西就是不腌 因为人家试饭的东西,当然够腌了嘛 怎么推销大窩子出去 所以我捉到这种秘诀呢 不是窩子不耗用 就是因为你们不懂得道理,不懂得方法 我懂得方法了 最后除了你撒那种便宜的酱油 你看,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啊 因为为什么很重要,就像一指点呢 尤其沙米,它很硬,你把它爆爆它 真的很硬,怎么吃 所以你们呢,最后呢 现在将它差不多炒好的饭 然后配上去 那么那些沙米呢 试的方法啊,我也教你了 然后呢,真的很漂亮啊 你看吧 因为它有点甜甜的酱油 我不适合开老火 如果你开了个火呢 可能令它沾底 因为甜的东西会沾底的嘛 所以好美,你看好美好美 啊,我放一盘给你看 我放一盘给你看 我放一盘给你看 就一个美味的花蝶椰 啊,就是这样简单 咖喱汁蛋饭 这个就是咖喱的汁蛋饭 怎么样啊 没本味啊 为什么我喜欢汁蛋 我放在另外煮熟 才能放一个碗 再加点、再加点一盘给你们看 看起来很漂亮 有一种汁蛋 有口感 嗯,ok 我直接讲你了 翻 嗯,唱上来了 我没有购买啊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看 为什么这里也很重要 因为不给你们看过呢 我以为,唉呀,你无所妨 嗯,会差跌就差跌了 不怕对你说,完全没有生点 因为这个碟是我们的朋友 我会做,做到生了点的 我会做就完全没有生点了 你看到吗? 你看一下,做一下 对不对? OK 你对我这个方法 对我们的方法 为什么出问题在哪里呢? 所以你们要注意还有留意 我们就不会浪费很多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的朋友为什么 这个碗不便宜很贵 所以为什么我懂得找出它的方法 所以弄给你们看 精明我可以做到